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11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交權指數中場是以上漲30點做收 那關於今天這個盤視格局 我想我會從稻穹工業指數 跟國際最主要的幾個股市一個面向 來跟大家談 你才會瞭解到為什麼 今天你突然看到外資圈說 在線萬點論的行情 如果以高盛這一篇報章媒體的行情 是說他認為中期的目標 加權指數是要上10500點 我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認為上個禮拜五稻穹工業指數呢 中場在以大漲百點做收 禮拜五收盤是還沒有過的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的結盤 我說看著VISA跟MESTERCARD 這兩大非常重要的金融權值股的領盤 稻穹工業指數應該在禮拜五晚間 就會創歷史新高了 那這根長紅K越過去之後 那已經把整個波段下殺這個 來到15855點的這一波空投波形 正式確認它只是A 好 這根轉折低點的位置點 彈高起來再下殺一個C5波 它僅僅只是ABC 否則你絕對是不可能再去看到 禮拜五的時間 稻穹工業指數再創新高 好 現在稻穹工業指數已經形成了一個 1540大點的大W的形態 為期大概4個月 只要接下來3個交易日 能夠持續守穩我畫這個景線位階的一個位置 我認為慢慢慢慢趨勢性而多方 就是直接整個相形整個對 相對的測量 不過就波浪型態波 論波浪型態啦 我們今天可以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就是說從今天你回頭去討論說 市場任何關於這個加權指數已經走空 或者國際股市已經進入空投波形的規劃 任何一個這樣一個波形規劃 全部都是錯的 好 因為它在短短10個交易日的時間 一口氣 大漲1540點 平均每天就是漲150點 唯有主身段當中的主身段 你才可以平均10個交易日 每天平均都是大漲150點 噴出一個1540點的漲勢 好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波形 我們可以去確認是說 投資朋友 這裡任何空投的言論 從今天為止往前頭看 全部都是錯的了 好 那所以呢 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好 在今天的節目之前先告訴大家 好 既然國際股市已經確認 是一個回升向上的波段 接下來如果有任何震盪的低點 包含今天由於量價是多方 好 你可以看到指數收高30點 可是成交量放大到893億 就要上個禮拜50為真的 好 可是今天是壓力盤 開盤辦法跟量價是沒有同步的 所以明後天可能還有一個短期的 一個小震盪 好 可是這個震盪 任何震盪壓回 你都要積極全面性的偏鬥布局囉 好 我認為這個向上的一個 1 2 3 4 5大浪 以及我在這個轉折低檔 8501看到這位指點 我就告訴大家 3至5的目標最少看望點 梁老師絕對不是今天 才跟大家報告這件事情了喔 短短才10個交易日的期間 今天加權指數的盤中 最高點已經來到9029點了喔 最高點盤中加權指數的高點 導播 加權指數盤中 曾經最高點在今天就已經來到9029點 就是短短2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從8501點 一口氣已經大漲500點以上了 好 2個禮拜的時間 我是全市場唯一跟你預告 這一波會是一個主身段向上 噴出行情的人喔 好 那接下來就是等著怎麼樣看 這個細微波的一個波段走勢 好 第一啦 從8501到10月22號做一個前端傾斜 好 前端傾斜通常二浪壓回會比較深喔 所以我們8590買8740的短多單 把它賣出去 好 壓回了8620 這個時間才正式的把波段多單進場流倉 而同時也買了8620一筆短波的多單 短波多單兩天之後8770就先短出一趟 因為不曉得會不會直接過 反正就抓每一次這150點的一個轉折 好 波段多單續流 一直等到上個禮拜四 我已經跟大家預告先不要追 會有個ABC C5的三角形收電形態 禮拜五你把它買回來 到今天為止加權指出這個收盤價 好 右極拉高了8982 額外拉了62點了 好 從我們波段多單競技場8620 到今天為止已經拉開362點的價差 三個禮拜五8920那個關鍵時刻的買點 我一直跟他報告說這波行情比較急 好 那既然我們旗鼓權戰法的波段策略 短線加差的一個策略 選擇權的策略都已經規劃好了 你越早跟著劉老師去掌握這個 向上主持斷噴出波行的 越早加入我們的會員朋友 你賺得越快 好 從那個位置點選擇權 好 10月29號要大家20點以下 大買2倍的口速進場佈局 他佈局的成本可以買在19點 到今天為止收盤已經來到51點 好 等於以11月29號計算喔 你10萬元今天已經變成26萬元的一個價差 接下來隨時隨地你可以把10萬的本金拉回來 剩下的16萬元你用無風險的方式 再去拼取下一次 你沒有選擇權的一個商品 可以在短短三個交易日的期間 一口氣噴出大漲260% 好 這個是劉老師全部在這個市場裡面 跟大家預告的 好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五 加權指數這個盤勢格局 我就跟他報告 為什麼禮拜五的美股還是會漲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劉老師給了劉老師會員妹的盤後稿 我告訴我的會員妹有說 其實你看到QE又再丟出來 全新一波的貨幣寬鬆 那這一波的貨幣寬鬆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在從10月13號這個大盤破底 向下跳空的255點 我就告訴大家先不用擔心 因為接下來全球會走一個升息循環 那這是第二頁的部分 我也解到宏達電的法說會的一個價差 那等一下下半段時間 好 等一下下半段 導播 等一下下半段時間 我們再回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宏達電的一個法說會 可是當天最重要的我跟大家報告到說 因為美國股市包含Visa跟MasterCard 它經過了三個月左右的一個 三角形收斂型態 所以這是非常重量級的一個全值股 開始經常一個向上噴出的一個動作 那這幾檔股票包含美國銀行 包含Visa 包含MasterCard 現階段來講 尤其為什麼Visa在去年開始取代 道瓊工業三十大的一個成分股 新加入了一個成分股 在這邊如果你沒有把你的道瓊成分股 把舊的股票刪掉 你沒有發現到說 道瓊工業股的成分股的指數 已經加入Visa卡來 你就會錯過了這短短這個 十個交易日期間 道瓊工業指數一口氣 噴出大檔1500點以上 可是其實劉老師在整理了盤視格局 10月13號開始 跟大家分析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當天是重挫255點 我說這個風險其實是給你 帶出來一些機會 當然當天那個跳空重挫 破了這個上升趨勢軌道 你可能有一些中小型個股 你先賣一趟 等到5到8個交易日中小型股 你再把它賣回來 可是殺下去有一些大型的全資股 會幫你去帶出來 很多賺漲停板的機會 包含10月13號華爾格當天的買點 我說這裡絕對不可能 這裡絕對不可能是空投的一個反轉波段 這是即將要進入3支5分出 大主升段1700點行情 最後一個洗盤的動作 來 為什麼不可能是一個空投向下反轉的波形 好 因為過去全球股市進入一個升息循環 以台股來講最少漲1700點以上 好 這個是六王老師當初跟大家分析的 所以真正殺到10月17號的一個時刻點 加權指數最低點已經殺到8501了 差一點點就要破8501的低點了 好 當天的尾盤 我們除了這個8590以下攤子期貨 我們總共重壓大買15筆多單 我告訴大家這裡應該是落底的機會 再一天會開始黃金交叉的一個機會非常大 因為下個禮拜從這個位置點開始 道瓊見底1700點的漲勢開始要拉升了 好 我說10月17號的這個低點 下殺120點 我卻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今天是C之五的最後一天指令買到滿 重壓大買到17筆多單 因為我認為當天3之4的波段轉折低點 335的破底穿頭 好 我們用台灣50來定位 那麼台灣50下攤到63.25元的時候 已經進入C之五 五量加KD貝離 我認為就是這兩天全線重壓大買 接下來會噴出主身段了 好 那從那個位置點開始 好 告訴你說RSV0.259T會開始出現一個 主身段那個強力相關噴出的一個訊號 重壓大買 買到盲檔 為什麼 因為道瓊工業指數 最後強勢股的補碟洗盤 我認為洗到這個位置點可能就見底了 這10月10號 我認為只是適當回補反克服指數 這是非常半導體指數 因為適當回補轉折低就在這裡 所以下個禮拜回來 10月13號那個低點會交到一個低點 可是適當回補轉折完 費層不會再跌了 而且它會是靈場的詛咒 好 結果從10月16號 梁老師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扣底最高第9跟K線 從下個禮拜開始 道瓊工業指數開始 日KD黃金交叉五浪加KD倍里 開始要噴出大漲了 來 果然從10月17號開始 當天拉了總共500點的下影線 過去經過我們的一個歷史經驗 三次的升級循環修正10% 就開始轉多方 好 費燃賣導體也按照我們的規劃 開始拉下影線了 結果這一次的落底也被我們抓到了 好 結果接下來三個交易日 果然拉出一個五浪的一個形態 我認為只要第一波拉開五浪 後面就會再大漲五浪 而且會漲1.618倍 好 這是10月17號的時刻點 10月21號我們看到S&P500指數 確認把這個位置點重疊 我告訴大家不可能是12345了 絕對不可能是空頭了 而當天道瓊工業指數 還沒有去重疊到這個位置點 既然重疊它僅僅只是ABC 我認為S&P500指數 如果以Apple這個領長指標來講 它已經看到回升創新高了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稻窮工業指數從這個位階 10月21號開始 還要再噴出大漲1000點以上 這是Next Day指數 好 也一樣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回升創新高了 10月21號 10月20號 好 四個波五浪按照我們規劃 走出來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還會走五浪 走1.618倍 我說第一波漲了150點 後面還要再噴出242點 乘以1.618啦 結果這個禮拜 就按照我們規劃漲了360點 好 時間點是在12月22號跟大家報告 雖然我們當天台指數賺150點 先賣一趟 10月27號再賣回來 好 等到按照我們規劃真的走出第7波 我告訴大家向上奔走 你所有空檔要回補了 你在10月23號這邊不補空 短短1個禮拜期間被軋空400點 台指期貨斷頭1次 這是道雄工業指數0.618 已經正式站上了 按照我們預告是一個噴出 向上奔走的行情 10月29號我們跟大家報告 每一波升息循環100%都是漲 2天之後每天噴出大漲 150點150點到昨天為止創下歷史新高 好的 這邊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這一個波段的行情 其實我們都是絕對是有憑有據 而到目前為止全市場我們去 也只有我們把這一波 每一波的細微波走勢規劃 波形是走正確的 好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個波浪理論的一個波形 大5浪的結構它會拆成13浪的向上 或是21浪一個向上的一個波形走勢 我想這一波段每一波細微波的轉折 全部都是要我跟你預告的轉折點出現 買訊跟賣訊 好 那接下來11月份行情 還不曉得怎麼樣掌握的投資朋友 我們這個旗鼓全三合一 好 去掌握這波行情 包含劉老師在10月30日跟大家預告 這很可能是整個波段以來 你最後一個買點 因為禮拜五的早盤只會做一個小 二浪一個震盪壓回 我認為5到8個小時 就是一個最好的買訊 這個是在禮拜五的時刻點跟大家預告 你這個時候你先不要追 但是觀察一下禮拜五的尾盤 有沒有上溝走勢 結果就如同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講 各種證據顯示禮拜五尾盤 你要去買這個三角形收斂型態的一個噴出 好 等到禮拜五的一個時刻點 我想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對於禮拜五日經 在QE行情措手不及 有一點點狙擊空投的一個走勢 投資朋友不只是劉老師 在上個禮拜四已經跟他預告了 我們上個禮拜五跟他預告到說 只剩下美國沒有過高了 如果連美國最重要全球的一個 基本面內行當中支撐的主軸叫美國 只剩下禮拜五晚間美國看會不會過 那日本過高了 中國過高了 美國過高了 這個盤四格局按照我們規劃就是 大九浪向上噴出 每一波的震盪轉折低點 任何壓迫就要掌握買點了 舉例 上個禮拜五一直到了12點53分 三角形收斂型態的一個低點 好 你如果可以掛8920 實際上面釋加成交大概在8915啦 好 我們就用8920來算 到今天為止又拉開一個波段 將近是70點左右的一個價差了好不好 所以關於後續的走勢 我認為行情的發展速度 由於建構在一個主身段向上噴出的行情 這種行情對於大部分的投資朋友來講 不要說去掌握到這個波段走勢了 你看著從馬面 投資朋友你都知道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根本不相信 這一波盤四格局 短短兩個禮拜就會如同劉老師 跟大家預告噴出500點 事實上這一波從頭到尾的波形 只有劉老師跟你預告到 講到 買到 賺到 我認為接下來11分的一個選舉行情 好 劉老師的這一份波形的規劃 最後這個買點 可能就只剩下最後一個切入的機會了 好不好 好 三個禮拜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好 我們這個短期會員方案 今天就要正式解案了 下午5點鐘 公司這個短期會員方案 你再也等不到這個價格了 好 想跟上行情的投資朋友 直接尋找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你都存在哪 對啊 而且是我在說存款保險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護 為新台幣300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飯後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爸爸 兒牌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膽友 最記憑 現在 先用欺騰五分鐘 我們現場 三個禮拜五同時盤後 對於大部分投資朋友來講 最關心的就是宏達電的一個波形 今天宏達電的收盤 已經來到138元了 我還記得上個禮拜 一禮拜二的時候 外資還挑戰宏達電的一個平等 說目標價下下入90元 劉老師跟他預告是說 這裡是要中壓大買的 我們宏達電TVK 比如說以宏達電來說 以實現的一個獲利價差 已經638塊錢了 當初在120塊錢跌頂版 8月6號隔天 8月7號創下歷史新低118塊錢 劉老師卻是跟他預告 在這裡要中壓大買 同時甚至於10月16號的時刻點 你應該要把所有宏達電單股所單 真的要操作宏達電的資金 股票按照我們的起股權的作戰策略 我一直告訴大家 只有一個原則 壓回淨值 壓回基本面強烈支撐區的股票 你一定要買 即便它當天是跌停板 你只要信任你自己的基本面分析 那這一塊由劉老師來幫大家 我一直跟大家預告 這些已經壓回淨值基本面上面 強烈支撐區的股票 跌停板就是讓你大賺的機會 趁著跌停板重壓大碼 因為3到5天之後會噴漲停板的 就是這批的股票 好的 這邊今天宏達電已經來到了 好 這個是劉老師 10月16號告訴大家 要買到滿檔破129 成交在128 好 最低地我們是買在120塊錢 跌停板那一天 那這個底型以及這一波上來 劉老師就已經跟他預告 主生段擴延量很早會再創高 好 今天創高了 那今天是不是又推出 1.618倍最大成交量 如果想要掌握 宏達電行情的投資朋友 我想最後倒數這幾個 將會一日 探有一個最小的一個 攻擊的一個 主生段最小的測距 你一定要跟著劉老師 先把這一波段的行情 把它掌握起來 好 直接按照我們 宏達電資產管理的訊息 做一個交易 我們宏達電TPK的資產管理 賺到150元 結案內容 你可以直接洽詢 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吧 好 這個是10月29號跟大家預告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440塊這個轉折高 如果越過了 他就會確認是一個 主生段的一個波形 來今天盤中已經來到442元了 這裡不可能是一個空投向西浪 因為這個波形才剛剛越過 是不是這裡是一個第三大浪 當中只是一個3之1 3之2轉3之3 好 接下來這幾天的成交量 要我去追蹤好 這是2454的聯發科 來賬上來10張也已經 是40萬元的一個價差 好 這是華爾科 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預告 這裡的位置點 這根黑黑殺下來 我認為應該有機會是3之2的落底啦 好 今天成交量沒有出來 但是美光已經拉開到對應華爾科 60塊錢會接了 我想接下來 唯一的看盤重點就在成交量了 好不好 好 這個是劉老師 當初跟大家講 要賣是類似這個8月26號的 這個短期的賣點 賣一趟 然後呢 38.85跌停板的當天 你可以重壓大買 那麼到今天為止 10張你已經 千萬你已經大賺230萬元了 這是3673的TPK 好 廖老師就告訴大家 壓回禁止強烈支撐區的股票 好 股票要懂得重壓大買 好 今天有一點點雙壓懸空 我們是150塊錢買 這個位置點到170塊錢 先把三根漲停板獲利了結 好 不要因為廖老師跟你講說 這裡是雙壓要空你就擔心了 我認為這裡即便震盪也只是短空啦 因為剛好也是壓力帶 好 但是出身段拉開三根漲停板 也要懂得我們當初 在10月23號告訴你說 好的股票壓回禁止 要全力重壓大買 因為從10月24號開始 TPK就跳空一根漲停 那麼你可以跟著劉老師 第二第三筆做價差 你到今天為止 TPK的資產管理 你10張先把24萬元的一個價差 放到口袋裡 好 來 這個是11月 這是今天的玉金光收盤 已經來到18.4元 記不記得當10月27號 跌停板來到77.9元的時候 廖老師要大家重壓大買 跌停板訊息給大家看 好 短短這個4、5個交易日的時間 今天收盤已經來到88.4元了 這個10張利益大戰10萬 好 廖老師告訴大家方法對了 這個10萬元的玉金光TPK機 有機會加倍奉還 好不好 來 這個是11月 今天早上我們還加碼 可是這是10月27號 當天市場瞑漫的這種暴復性的賣盤 可是劉老師告訴大家什麼 禁止在77.2元 股票壓回強烈支撐區的 你要重壓大買 因為未來3到5天會噴出漲停板了 就這一波的股票 今天玉金光來到88塊 10張 10萬元的價差了 這不是5浪加KD貝離 複製TBK 複製聯發科400塊 複製121塊錢跌停板的GIA 複製在TBK殺到150元 這幾檔股票你肯買 至少都賺2根掌你買的價差了 劉老師所有口訊公開講 公開預告 我們是市場裡面唯一跟你預告 這裡是一個組織亂向噴出行情 事實上每一波波形的轉折 完完全全按照劉老師的分析跟預告走 好 所以 可是朋友 劉老師說因為公司 這一則的一個狀態 好 劉老師只能這樣跟他講 今天我們的短期會員就要結案了 沒有辦法再去做一個延期 下午5點鐘 公司的會計要統一作業 那麻煩大家直接跟上我們的一個行列 好不好 預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會不會也會有消失的 幸運全民節電行動 好 再聊聊天 在不就是 下午3點的大不了 座最中心路纜州的更新鮮 就真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2-2609-888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风好雨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追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大雨来时随时了解烟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配合出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